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的名字 即便你戴着金脸 坐在了高高的神殿之上 我也知道面具背后的你 是怎样一副德行 江夜元著小说中 于连都有哪些过往 西陵长教和魔宗最后一任宗主灵物 一直都被认为是修行界最神秘的两个人 因为他们的真身很少有人见过 此刻于连仿佛早就一眼看穿了他 这样熊猪墨有了一丝心计 一道禅鸣响起 掌教大人终于醒过神来 他看着气息还在往上提升的余帘 一道极凄厉愤怒的力笑 从干枯的双尘间蹦出 凌悟二十三年禅 你居然藏在书院里 你居然变成了一个女人 二十三年禅凌悟曾是百年间 魔宗最天才的任务 他在修行之路上 选择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因为他要练一种魔宗 无数带来都没有人练成功的绝学 很久以前 夫子曾对他的弟子们 说过这样一番话 即西干旱之地有一种禅 此禅逆于泥河二十三年 带雪山冰戎洪水至 方始苏醒 于泥水间洗澡 于寒风间亮翅 震而非破虚空 当时陈皮皮听得悠然神往 大师兄和二师兄则微笑不语 当时鱼脸也在场 晚上他为老师煮了碗青菜面 传闻凌悟 修炼二十三年禅成功后便消失了 从那一天开始 他成为了修行界最神秘的人物 也就是在那一年 夫子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粉雕欲灼 但眼神却平静至极 只有夫子才看得到 他眼睛最深处的那抹茫然和恐惧 有什么好怕的呢 一切都是表象 这壳子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小女孩明白了 抱拳失了一理 气度潇洒 夫子摇了摇头 小女孩有些笨拙的 把双手放到腰侧 微蹲行李 很是羞涩 夫子满意的点点头 当时魔宗覆灭 西陵神殿满世界追杀 魔宗余孽 小女孩不知道 要怎样度过今后的二十三年 但她没有求夫子 因为她有她的骄傲 夫子没有等她开口 跟我回书院吧 夫子说的很随意 仿佛她本来就是书院里的一个人 从那天之后 夫子有了一位女弟子 几年之后书院多了一位女教授 于莲 女教授平静坐在东窗畔 苗簪花小凯 一坐便是很多年 与同门中其他师兄弟相比 她看上去很不起眼 她不问世事 世事也不来问她 于莲就是传说中二十三年传灵雾 真的是好大一场物 掌家大人有些震惊 她不明白 为什么当年叱咤风云的魔宗宗主灵雾 会变成女人 于莲威风的告诉她 浩天都能变成女人 我为什么不能 如果连外相都看不穿 我又怎么修二十三年禅 掌家依然难以震惊之色 你虽为妖孽 但毕竟也是一宗宗主 何等样身份 居然会改门换庭 拜外人为师 真是无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